想招大家平常失戀或是心情不好的時候 都會做些什麼呢 那我們今天準備了療癒的淡水半日遊 要帶大家出來散散心 我今天找了一個非常厲害的partner 哈囉大家好我是文慧如 好開心今天可以陪仙靜然後去吃好吃的 就是去療癒自己的身心靈 耶 我這幾天因為要訪問你 我就是抱聽你的歌 我就一直唱一直聽一直唱一直聽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前往我們的第一站囉 走吧 我的字節也好好吃喔 對我超愛那個就是牛肝菌 那我來分食一點 好啊 把蝦和海鮮都帶走吧 他的蝦還有剝好 對啊 我覺得心情不好的時候就是 應該會吃蝦子 就會不想要剝蝦 可是爛 很爛 好吃嗎 它有點微辣 一點點 我沒有吃到辣耶 你平常是愛吃辣的 那應該對你來說就是完全沒有辣度 對啊完全吃不出 很微很微 新加坡吃蠻辣的 對有點像這一次泰國 就是東南亞那邊 好走開 我就是一個很愛吃東西的小朋友 我的療癒之女裡面一定會包括吃東西 一定要吃 一定一定 可是有些人會說他失戀的時候 就是有看一些網友的分享 他們是說他們真的什麼都吃不下 然後沒有胃口 你人生有過這種時候嗎 就是吃不下 因為你平常那麼愛吃 考試的時候才會這樣跑 考試嗎 我考試的時候壓力比較大 就比較不想吃 其實我發現我表演之前也不太會吃 然後比較是表演後我就很想吃 解放 我好像常聽朋友說你們這邊比較流行AA制 是嗎 我們男生聽來的是說 女生女權主義強制 他說他幫我付錢是覺得我付不出來嗎 所以才強制 是這樣嗎 如果女生自己強調的話 就是因為女權主義會希望男生不要有過多的那個 如果他沒有要跟你幹嘛 因為之前今天訪那個台女的時候 輪流請 因為我覺得還沒有在一起之前 直接都請對方不太好 就很多男生就覺得說 我不會先幫他付啊 但是他可能說輪流 為了確保有下一次 因為他如果第一次幫他付 然後可能覺得也沒有下一次了 那就會說 喔這是 就吃虧這樣 對對對那種感覺 他是可能會用輪流的方式 所以你會考慮台灣的男生嗎 會啊 就是對於感情 我或者談戀愛 我沒有 我不會去設限說 一定要哪裡的人 對 會有一個很妙的朋友 就是他跟他的男朋友分手之後啊 他男朋友還是會到他家一起吃飯 有啊有有 真的有很多 因為就是跟他媽變好朋友的類似那種 喔真的嗎 就變成他媽更好 對他就會叫他回來吃飯啊 什麼的 變成乾兒子 滿好笑的 那他們兩個是和平分手這樣 對就是也是和平分手 他也是可以跟前任交朋友的那種 像那個啊 就是楊辰霖跟小灰那樣 他們那個我真的覺得 我就覺得也要看年紀吧 什麼年齡 而且對 像你講的 我覺得差不渣男 差很多 對如果他真的 也不是渣男 那就是只是一個 對 真的就是 就是你們不適合當情人 真的可以 還是可以當朋友看看 因為你不是真的 不合到說 連朋友都擋不成這樣 對 就很見仁見智啊 對 是真的有人住巴黎 然後來台北公園嗎 不會啊 但是 那個因為進入船 就是他也可以從 上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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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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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現在來突襲 來玩個小遊戲 OK 那我們等一下如果有人輸的話 我們就往旁邊多走 你知道這樣 看神仙掉下去而已 超可惜 那我不要我先 講出歌迷以後 然後在五秒內把他的歌唱出來 楊文英分手後不要做朋友 不堅強分手 不堅強分手不要做朋友 可以是這首 OKOKOK 我不善良不善看見他的手 這首我聽過 我聽過 你是不知道那個歌名 可能都不知道態度叫什麼 歌名 我得到一分 你先拿一分 蘇打綠 我好想你 我好想你 好想你 好想你 這歌名太簡單 直接對出來就是了 新三題 人質 這樣 用力的開槍 張惠妹的真實 真實怎麼唱忘了 心痛不避難的 真實 完了完了 慧如拿來 因為我年紀比較大 所以 所以 經典歌比較熟 有有有有 想起來了 阿琳的 失戀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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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有 好 愛不夠 愛你的人 妳KTV會不會唱這首歌啊 我會 我真的很愛不要 我很愛唱阿咪的 阿咪的很爽 或阿咪 自己也喜歡聖念石 你也喜歡聖念石 那你再說一首聖念石 我懷念的 我懷念的是呼喚不舒 你都只會出那種歌名 那種歌名一模一樣的 因為 我們剛剛到底走了什麼 欸小心小心 不小心就掉下去了 好快要跌倒喔 第二個遊戲我們玩 就是你我他接歌 ok 好 三二一 GO 親愛的你 溫柔入戲 無誠的你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來 後來遇見他 被我成就奔向 你讓我在無力承受 心開始曲折 I don't wanna miss this thing 因為我I也是我啦 對 I don't wanna miss this thing 但卻讓我彼此受傷 一起想過幸福的模樣 是怎麼走到這下場 I don't wanna miss this thing 剩下自問自責的回答 傻瓜 我們是真的沒有忘詞 對我們的這次成功 我們剛剛忘詞 既然唱到你 就是你的這次的新歌 想問一下你這次就是 因為是你自己做詞對不對 對 那你這次是有帶入自己的故事嗎 還是是什麼理念 去做這首歌 我覺得就是我想寫一個歌 去描述這整個 情侶吵架之間的情景 背後的功課就是 就是收集所有人的想法 跟看法 失戀的故事 對對對 然後來總結一個狀態 然後我覺得 走過這段過程的朋友們 其實也可以當成是一個 成長的過程 然後可能現在動人感情 你就知道要怎麼樣的對付 因為你知道以前的狀態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有點像紀錄下來 大家也會知道說 原來就是跳脫來看 你的問題在哪裡 對男生都會這樣 女生都會這樣 然後就是一個溝通上面的問題 如果還愛彼此的話 就要想辦法去克服這個東西 因為我覺得如果克服完 大家都會成熟很多 都會彼此成長 對對對真的 我們的餐點到了 我們的餐點到了 這茶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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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燙啊 燙啊 欸這個奶茶很像新加坡的奶茶 妳知道妳知道是奶茶嗎 有一點像欸 它是斯里蘭卡奶茶 對 有點像我媽常用那個Lipton Tea 冰棍嗎 對 我這個是 柑橘花茶吧 柑橘花茶 而且是無糖的對不對 對啊 超養生 不太喜歡喝甜的 啊 這一條叫做熔蹄 就是大家都會坐在那個 熔樹下的那個蹄 河蹄的那個意思嗎 對 然後我們有時候就是會騙女生 就是因為這邊一路走過去就是淡水老街 然後可是淡水其實沒什麼地方好過 這個也是外地人 我們就是從淡水老街一路走過來 然後可能一路吃吃喝喝啊 然後碰碰小手啊 揉揉肩棒 然後坐在這邊 我們就坐下來夜深冷靜的時候 然後你就會看到這邊 苗河都是黑的 然後點點星光啊 就傳著燈火 然後對面巴黎的點點燈光 對 然後女生的逃絕不知不覺 靠到你的肩膀上 然後不然你就會這樣子自己去摟 走開 那今天的淡水療癒之語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還有分享喔 嗯 然後請多多支持POPDAILY 還有支持我的頻道文慧如 謝謝大家 耶 掰掰 掰掰